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颁奖的一点 孙运泉先生 是我们国家 特别是中央政府拨迁来台之后 在许许多多 非常著有贡献的 政府和民间的工作同仁当中 所以受到国人敬重 而且他在生前所做的贡献 赢得一致的好比 在他过世之后 更有非常浓厚深知的怀念 他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无论在经济交通 在电力 在对基层的关照 为民服务 为国效命 他的清廉而有能力 他的永远有信心 充满干净 不怕苦 在风雨的年代 稳稳地把住 台湾这条船 而能够开启我们经济发展 社会核心 政府勤勉 和国人团结的 所以他这个激进 是延续孙宇玄先生 对国家 对社会 对国人深刻的情感和爱 继续来照亮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永续的资产 我们非常谢谢孙宇玄先生 这个激进会 我觉得我们国家如果有多一个孙宇玄先生 就多一座灯塔 多可以照亮一些暗住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 不论年轻人成熟年复力章 在任何一个岗位 不是只有在政府之间 在民间也需要有好多的孙宇玄先生 或者虽然是女士 他也可以做女性的孙宇玄先生 但是我们国家永远的支持 永远的鼓励 希望我们政府一定要全力以赴 让整个政府团队都能学习 金国先生的精神 学习孕玄先生的精神 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 谢谢